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膝蓋的前十字韌帶斷裂 我們膝蓋的構造裡面有四條主要的韌帶 包括前十字韌帶、後十字韌帶、内側韌帶跟外側韌帶 這四條韌帶缺一不可 受傷的任何一條韌帶對我們的關節都會產生影響 而前十字又是所有韌帶裡面最容易受傷的 大概占所有膝蓋韌帶的40% 常常會發生在一些足球、籃球或是橄欖球的選手 我有一個嘉義農工的病人 他大概在踢足球的時候腳沒有站穩就聽到啪一聲 當下很痛 腳又水腫 腳又腫起來不能走路 其實這個情形 他大概發現兩個禮拜以後 他腳的功能就慢慢回來了 也可以走路也可以彎曲了 但是他從此踢球的功能就變差了 這就是我想的 我剛剛講的這四條韌帶缺一不可 當他的前十字韌帶斷掉之後 他的功能就會變差 那所以如果真的有這樣子問題的患者 那其實可以來各個醫院的專科醫師做進一步的診查跟處理 下底下 一定會被接下一個資料 天啊 你做了甚麼